透過輔助工具取得長頂零件以後呢 那就用file import merge合併 因為是MAX檔案對MAX檔案所以是合併 然後把PROVS 把它命名這個名字的 所有東西通通抓進來 他怎麼會有這麼多東西 沒關係通通抓進來再說 好那東西很小 翻出來放這 好 那我就有這一些零組件可以開始準備 運用 好 那首先是這一組水晶 直接把它放大 因為是準備要放在這一邊的那一堆石頭用的 好 那先留在這邊 那這些小石頭小東西 也開始一個一個處理 但 像這幾個 這幾個就是要照我剛剛那樣的處理方式先對他做 整體的 點的焊接 這個才能用 才能應用 那但我現在先要拿過來用的是這幾個 啦 好 setbrowser再去看一下圖 好 好 就這個 這幾顆 我會用這 這邊這幾個來用 好 他現在attach在一起所以你要把它 他現在group在一起 所以要做group ungroup 打開 先找一個 這一塊可以拿 這個 好 那你可以看到他製作的方式 其實 他有留下他做的方法 他做的方法 你現在這樣子看 呃 我是示範一下他做的方法好了 因為這個這個方式 如果你 你光看可能不了解 所以 我示範一下 我做一個 box 好 他既然是那個造型的話 box好了 好 我就做一次那個樣子的感覺給同學看 他的做法是這樣子的 autocue 隔離 先convert convert成pally 好 呃幾種想法 一個是這個 用quistlice 一個想法是用quistlice 就這樣一切 OK 沒切到 哦有切到 quistlice切了以後 他是不是 你可以把它刪掉變個洞 好 那 然後我再切一下別的地方 quistlice 再來一次 切這個地方 那 啊 一樣的我把這裡刪掉 好 那就可以做什麼 cap 所以我得到一個這個樣子 好得到一個這樣子 那 這是 呃現在我用的是一種想法 就是 我可以用這個概念 用quistlice的方式 這樣子做 你也可以這樣子做 只是這樣子做 當然 呃 後續有後續的 你可能會有覺得另外的困擾 不過沒關係 先看一下 好 這樣也可以做出 他所做出來的結果 那他的那個 編輯堆疊所呈現的是另一個做法 他用的是這個方式 叫做slice plan 切割平面 利用這個切割平面 好 然後去決定他要切到什麼地方 好 他是用這個想法 就是用切割平面 好 直接用切割平面 看你放在什麼地方 他就會切出一個大洞 切出一個大洞 切出一個大洞以後 就直接用這個指令叫做cap hole 蓋洞 洞就蓋起來了 然後呢 再繼續做slice 那個 slice 那這樣做的好處是什麼 因為這是個編輯堆疊 所以你只要做出第一顆石頭 你只要用這個方式做出第一顆石頭 你只要用這個方式做出第一顆石頭 後面就無限顆 好 如果你用slice plan的話 用現在我這個slice plan的思考邏輯的時候呢 他做起來會是這個想法喔 很特別喔 好 像這樣子 再一次 cap hole 好 OK 那這兩個堆疊 其實我不用做這麼多次 這兩個堆疊可以copy 然後paste 所以在上面又疊了一次一樣 那我再去改這一個 的位置 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 我只要稍微做修改 就得到一顆新的 稍微做修改就得到一顆新的 這是他的做法 他的那個形成的方式 那這樣也行 好 就是 我們早上講的這個做法是一個 慢慢切移動 一個方式是這個 那在這個樣子做完你就要記得 最終但 如果你想要留的這個 比方我下一顆 我可以這樣子 好 然後copy 然後這一個呢 再來玩一次 他的slice 這個是切在這 轉 又得到一顆新的 那這一個slice 也轉 好 甚至還可以換位置 好 你也不是說只有轉 他也可以再改變一下 調整他的位 甚至於他的位置也可以修改 好 那在這一個 再來一次 這一個再轉 好 那這樣又得到另一塊 當然這個有點怪異 不管他 先這樣 意思就是這個意思 好 這樣應該了解 我只要用這個堆疊概念做出一塊 就可以做出下一塊 然後又可以再做出下一塊 所以你現在看到這一堆他是用這樣的方式做出來的 好 好像這塊就可以用了 好直接convert and party 這一塊 如果我要用這一塊 那 底放大一下 不要不要用這個放大 用 Taper 因為你用點放大他造型會變 所以用Taper比較方便 看你要變這樣的石頭 變這樣的石頭 這樣比較方便一點 好 然後還可以選擇 是哪一個軸對稱 好 OK 那 一樣convert and party 這樣差不多 這個是 我想要的其中一顆 再 把底面刪掉 這個不要 好 那其他的面就要整理啊 好 這個記得 我現在先大概整理一下給同學看就好 但是你你記得要這個要回去 每一顆 都要很 明確定他 沒有五角面的結構 好 即使你沒有把他弄彎 好 都要維持這個樣子的這些結構要出來 那這一顆 給我拿這顆去當 這裡好了 既然做了 既然做了就拿來用 在我們圖上 這個地方這一顆我就拿這顆來用 大約在這個 這個位置 好 好 可以再大顆一點 好 那再大顆一點我就去說他的 赤物件 這是從世界坐標做出來的不能這樣做 直接放大一些 好 那 方向轉一下 就比較符合我們畫面上的效果 那這個 我們就是用這個為 比方說我用這一塊為本體 一樣的概念 其實是一樣的東西 好 以這個為本體 然後把我的水晶柱 現在剛剛弄來的這堆水晶柱 拼上去當作他的零組件 好 一樣 群組 group 好 那這堆水晶柱你還是要整理了 因為他的水晶柱其實是 沒經過處理的狀態 好 那就直接砍在他裡面 這個道你不用管他是不是一體成型 不一體成型 就砍進去 然後多做幾根 我想這樣子 的說明同學應該就知道 剩下的石頭怎麼完成 小顆的 我們有這一種 好 那 這種柱狀的 我們有這一種可以用 好 那樹幹的Normal可以用這個算 不過我現在不準備用 我只是說有這個功能 所以我現在還是把它刪掉 OK 好 所以我們現在 應該 場景上的一些雜七雜八的小東西 的部分都差不多了 我們下次要開始蓋房子了 那其他部分同學就在花時間 已經給同學最快最省事 最偷懶的方法去做了 就盡量把它完成 好 好 謝謝